第四十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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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回去了 替我和他人说一声 喝完酒别开车啊 洛文周下意识地嘱咐一句 费杜没理的 洛文周喋喋不休 你听见没有 费杜神色漠然地伸手去拉把手 好像没听进去 洛文周见两次动口不成 只好动手 他回手抓住了费杜的胳膊 非常有技巧地往后一拉 一拽 用平时逮犯人时的琴拿 把费杜的手 憋在了身后 将他从门上硬生生地给拽了下来 洛文周在费杜震惊的目光之下 一只手按着他的后颈 一只手 夹着他的胳膊 把他押送回了三步之外的躺椅上 说好了 不听啊 坐下 要么躺着睡一觉 要么 我给你交一代价 肺杜吃力地从他手里边挣扎出来 语速都快了几分 洛队 你能从晚期的致人状态里边 稍微往文明人方面进化一点吗 洛文周没理会 把原本搭在肺杜后脖子上的手指 略微动了几寸 最后 落在了肺杜的颈动脉上 你不舒服吧 我就说 我记得好像在那儿看过 咖啡和酒不能混着喝 肺杜看着洛文周 洛文周也看着他 哎呀 你这个人哪 对你不好也不行 好也不行 你呀 简直比慈禧老佛也还能伺候 那可真是失敬了 您还伺候过他老人家 洛文周屈指在他的警侧 谈了一下 拎着手机 出去叫代驾了 这一番暗潮汹涌的口角 屋主人陶然是一无所知的 他被几杯红酒撂倒 一直躺到了夕阳浸透地面 这才口干舌燥地爬起来 客人们不出意外地 已经走光了 临走的时候还非常有素质地把狼籍的屋子 给他收拾利索了 陶然在他的心居里边洗了把脸 看到冰箱上贴着两张字条 一张是洛文周留的 告诉他没吃完的菜都在冰箱里 起来自己热热 另外一张是费杜留的 比较长 陶然揉了半天眼睛 才敢清楚他写了什么 费杜说 他在陈陈出去买本子的时候 有一种被人跟踪的感觉 不确定是针对陈陈的 也可能是他神经过敏 不过为了以防晚衣 请陶然晚上有时间的时候 去一下同一单元的1101号 拜访一下陈陈的家长 提醒他们要注意孩子的暑气安全 别忘了拎点东西 顺便感谢大美女中午 让她蓬壁生辉 这些好事的东西 连人家姑娘的门牌号码 都打听好了 陈然不禁失笑 接着 她的笑容逐渐凝固 她把费杜描述的 疑似追踪者的那几句话 又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她下意识地 透过窗户往外望去 老小区的植被 非常的丰沛 茂密的松柏与灌木 郁郁葱葱 从楼上看去 什么都没有 安静 又静谧 陈然走到小柜旁 翻开老刑警的笔记 飞页上有一张老旧的 一寸照片 这是笔记本 前主人年轻时的旧照 寸头 国字脸 面对着镜头不苟言笑 照片旁边 龙飞凤舞地 写着她的名字 杨正风 莲花山连环儿童绑架案那几页 杨老用红笔圈了一下 陶然知道 在师父的心里 这个案子没结 纸业间记载了老刑警当年的非法跟踪 窃听吴广川的记录 时间跨度 长达半个月 每天 基本上都是 无异常 中间还有一脚段文字 经吴广川的同事证实 此人在莲花山招生期间 曾因重感冒 住院两天 恰好就是受害人 郭飞失踪的时间 相关情况 已经和医院方面确认过 吴广川的作案时间存疑 陶然给自己倒温水 慢慢梳理着自己纷乱的思绪 据说这个吴广川 身高一米八以上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对于小女孩来说 需要仰头 才能看清她的脸 青春前妻的孩子 已经开始发育 正是有性别意识 并且开始敏感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成年男子 即便是有老师的身份 恐怕也需要多次 或者长时间的接触 才能取得女孩的信任 住院的吴广川 有这个时间和机会吗 陶然出神间 手指一松 笔记本就合上了 露出了家在尾夜的 一张小字条 那是陶然自己的字 他写了一个 广播调频频道 后边跟着标注 午夜零度阅读 老刑警杨正峰 死于三年前 一名通缉犯的刀下 他的年纪渐长 级别渐高 好像几年前 就已经从一线刑警 转到管理岗位了 骆文周听来的小道消息 说他马上就能提复局 他们呢 本来已经摩拳擦掌的 惦记着狠狠吃那老头一顿了 出师的时候 甚至不是他的工作时间 当时为了送孩子 去外地上大学 杨正峰请了两周的年假 送完孩子 他可能打算 用最后一天的假期 当一回主夫 大清早 就前往菜市场 在经过一处 地下通道的时候 他看见了 一个一脸神经质的流浪汉 流浪汉一脸焦躁 哪个路人多看他一眼 他就会凶狠地回蹬过去 而杨正峰 敏锐地发觉 这个人的一些小动作 很像攻击前的准备动作 就留了心 再仔细一看 他认出了 那个流浪汉 居然是一个 A级通缉犯 他丧心病狂地 捅死了邻居 一家四口之后再逃 嫌疑人的精神状态 明显不稳定 杨正峰也没敢贸然行动 他偷偷联系了同事 可是 巧合就巧在 有个老太太 正好是遛狗经过 小狗可能是感觉到了危险 冲那个人狂叫不止 这 一下子刺激到了通缉犯 他大叫一声 不知道 从哪摸出一把刀 向老人扑了过去 杨正峰逼不得已 只能上前 被丧心病狂的凶手 捅了十几刀 那天正好是桃燃值班 他最早赶到了现场 堪堪赶上了见杨老最后一面 但是奇怪的是 杨正峰的遗言 既不是询问他犯人有没有抓住 也不是托付自己的妻儿 他抓着桃燃的手 反复重复着一句话 调频88.6 12.05分 88.6 FM88.6 是本地的一个广播频道 12.05分 恰好有一个节目 叫零度阅读 后来节目停播了 改成一款非常小众的手机软件 每天不温不火的 放着有声书 内容极其的无聊 枯燥 费度偶然从他这里听过一次 还谈笑说 这是催眠神器 经常职业班的人生活不规律 偶尔会有点睡眠障碍 陶燃每一次睡不着 就会听一阵子 这个古怪的有声书 除了催眠 还真没听出这个节目 有什么异常 他一直怀疑 自己领会错了师父遗言的意思 直到有一次 他偶然听到了朗读者 这个ID 陶燃打开自己快媒店的手机 打开了零度阅读软件 翻开他收藏的那篇红与黑的赏西 作者就是朗读者 赏西文章的第一句写道 那么我跟谁同桌吃饭 这个问题是人物的惊魄所在 而无比巧合的是 520杀人抛尸案的凶手赵浩昌 曾经搭上了张家的人脉 顶替同事取得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成为一家废氏法律顾问团队的负责人 并且凭借着这个资源 成功地晋升为二级合伙人 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他去废氏签约那天 偷了废度的钢笔 并且留下了一个纪念标签 上面写的就是 我跟谁同桌吃饭 这件事情巧合的几乎诡异 而且跟别人没法解释 说出去 人家只会觉得 他沉浸在这个案子的时间过长 有点神经衰弱 看见什么都觉得有极视感 可是问题是 陶然总觉得 这似曾相识的极视感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每次都有这个朗读者 师父临终时攥着他的手 说的真是一档无聊的读书节目吗 会不会是他当时听错了 他一直在暗示自己 这节目有问题 以至于久而久之 真的就草木皆兵起来 把每一个巧合 都拿出来疑心一次吗 陶然做刑警七年多了 他知道这种情况 其实很常见 人要是自己疑神疑鬼起来 记忆都会出来骗人 有很多目击者 当面撞上暴力犯罪 事后却连嫌疑犯 是男是女 是高是矮都说不明白 多年来 他把老刑警的笔记本 从头到尾翻阅了无数次 期望从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弄明白师父真正的遗言 到底是什么 可是 笔记本上的那些东西 都倒背如流了 他还是没能找到 除了那档节目以外的 蛛丝马迹 陶然叹了口气 自嘲地摇了摇头 他感觉 自己说不定啊 也需要找局里边的心理辅导老师 去聊一聊了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软件右上角 出现了一个更新的标志 陶然无意间低头看了一眼 接着瞳孔书的一收缩 只见更新标题是 徘徊的人哪 找到你失去的夜明珠了吗 重读洛丽塔 投稿人 朗读者 第四十四集 那间房子 太大了 有限的人气 根本进不过来 散发着一股 死气沉沉的味道 那是阳光 鲜花 和灯光 都无法驱散的死气 她就站在悬关处 迟出着 按照道理来说 这应该算是她的家 可是 她每次踏上这一尘不染的悬关 面朝满室 透过落地窗 打进来的阳光 心里都是含着畏惧的 忽然 隐约的音乐 从楼上传来 悠扬的女生 在反复吟唱着副歌 她恍惚了片刻 好像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 缓缓地迈开脚步 往里走去 落在她身上的阳光 变得很奇怪 阴冷 潮湿 凉嗖嗖的 不像是阳光 反倒像是暴风雨中的风 吹过她裸露在 夏季校服外的小臂上 胳膊上 还起了一层细密的 鸡皮疙瘩 她走上二楼 音乐声也越来越清晰 熟悉的旋律 如梗在喉地 卡在她的胸口 她有点呼吸困难 忽然停住脚步 想要逃出去 而当她默然回过头 这才发现 自己身后的所有东西 都已经融化在了黑暗里 一切都好像是既定的 编排好的 她只有向前一条路 一个巨响 无处不在的黑暗 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逼迫她推上狭窄的楼梯 逼迫她推开那扇门 轰的一声巨响 她觉得有什么东西 在耳边炸开了 然后她就低头 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女人 女人的脖子 不自然地往一边歪着 身上已经泛出了 僵硬的铁青色 眼睛却是睁着 好像她自己的身体死了 而灵魂却还活着 她活着的灵魂 透过将死的双目 直挺挺地看着她 眼角流下了两行血泪 她冷冷地问 你为什么不救我 她的呼吸骤然一紧 然后后退 但是女人却摇摇晃晃地 站了起来 冲她伸出了一只 已经生满了尸斑的手 女人说 你那么聪明 分明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躲着我 为什么不救我 那只黑手被席卷而来的 黑暗缠住 黑暗像是有了生命 毫不留情地吞噬着女人 女人不断地发出惨叫 与质问 奋力地伸出手 去够她 但是又不断地被拉入黑暗 她下意识地握住了 那只冰冷的 布满尸斑的手 听着呼啸的尖叫 她感觉自己在急速下坠 突然 身后有什么东西 把她给拽住了 她背后 抵在一个坚硬 而又温暖的身体上 一只手环过她 盖住了她的眼睛 她闻到那只骨节分明的手上 有淡淡的烟味 随即指缝有一道光 书的炸开 费度猛然惊醒 她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头颅 发现自己正坐在书房里 膝盖上是一本有些枯燥的项目书 她看到一半睡着了 大约是坐姿 窝住了脖子 她做了一个 上气不接下气的噩梦 此时正是下午 一股带着潮气的凉风 从窗外涌来 眼看酝酿着一场大雨 梦里的那些轰鸣的响动 和乍起乍落的强光 原来是雷鸣电闪 手机在旁边响个不停 上面显示 已经有三个未接电话 大约是在游舍上的 柯外头的胸部 本人是在游舍上的 身体重胸部 在游舍上的 柯外头的胸部 很高兴 是三个未接电话 人会在游舍上的 上台的颜色 船上的 远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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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度临时改了口 行吧 你把地址发我 进入七月底 烟城的雨季也接近尾声 然而今年连绵的雨水 非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倒是越发大了起来 洛文州下班之后两个小时 又去而复返 把车子往市局门口一扔 他也没带伞 直接把戴都帽的衣服 往头上一罩 顶着雨 冲进了大楼 洛队 二楼回事啊 快点 洛文州把湿淋淋的衣服 抖了抖 露出手背上的三道血痕 三步并坐两步的 跑上二楼 到底什么情况 陶然把雨伞胡乱地卷起来 我也不知道 刚到 你手怎么了 洛文州没好气地在手背上 已经止血在伤口上挠了挠 家里灯泡坏了 我正在那黑灯下火干呢 老爷子突然打电话催命 催得我一不留神啊 才祖宗倚不上了 哎呦 鹿鹊 说到老爷子 老爷子立刻就到 陆有良冲他俩一招手 一阵风似的刮往会议室 洛文州和陶然连忙跟上 今天呢 是市十六中 招生夏林的最后一天 学校组织参加夏林的学生 去西岭的古猿人遗址纪念馆参观 租了一辆中巴车 上面除了司机以外 还有一个带队老师 和十八个开学准备升入毕业班的小学生 下午五点左右参观结束 他们发车往回走 原定七点到学校 结果现在连人带车 一起失踪了 半夜三更惊动市局刑警队 想也知道 肯定不是车祸 洛文州和陶然对视一眼 谁也没有插话 陆局一抬手 推进了会议室的大门 会议室里边的人正要站起来 陆有良抬手往下一压 别怪我 继续 会议室的幻灯 应声一变 一幅巨大的实景地图出现在了上面 失踪车辆的型号以及车牌号 如图所示 来自恒通组领公司 司机寒江 男41岁 驾龄15年 带队老师胡玲玲 女32岁 是16中老师 阉城本地人 这辆车5点05分 从西岭博物馆后门出发 大约6点进入国道 几个学生家长得知 因为天气原因 该国道部分路段临时封路 曾经打电话和带队老师确认过 得到消息 司机说已经绕行 但是路况不好 预计到校时间 要比计划晚1到2个小时 7点40分左右 等在学校门口的家长再次打电话 带队老师胡玲玲的电话 却显示已经关机 这时家长还没意识到有问题 紧接着又打了孩子的电话 只有一个孩子的电话 接通了 随后就听到里边 有孩子的哭声 尖叫声和男人怒骂的声音 4秒钟后 电话被挂断 家长随即报警 车上有几个孩子 带了儿童定位系统的手机 但是追踪结果显示 他们零散地分布在一个山脚下 推测可能是被勒领扔了 但是 还有一个孩子 穿着的运动鞋上 有GPS芯片 显示他的位置 现在已经偏离了既定路线 在西岭县的南部山区 而且还在继续往南走 洛文州问道 绑匪是车上的人 还是中途遭遇到的 有没有主动和外界联系 有没有和家长提什么要求 目前还不清楚 绑匪还没打来电话 洛文州 陆局这个时候抬起了头 这件事情 涉及我们是好几个区间 各部门 以及特警队 需要严密配合 现在由你统筹安排 直接向我汇报 你能不能行 洛文州一愣 一时间 他感觉有好几道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幸亏他的心理素质过硬 脸上纹丝不动 他若无其事地一点头 行 一切以孩子的人身安全为先 行动 快 雨越下越大 没有一点减弱的意思 女孩坐在带队老师的身边 身上的碎花小裙子 已经被车窗外飘进来的雨丝 给打湿了 可是 他不敢去关窗户 他听见胡老师的哀求声 大哥呀 你想要什么 车上的东西签 你随便拿走 我们绝对不多罪 肯定不告诉别人 我这里还有一些家长的联系方式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我也可以立刻联系他们 闭嘴 坐在司机身边的男人 冷冷地打断他的话 手里边刀光一闪 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哪来那么多废话 急去往前开 年轻的女教师面带哀求地抬起头 然后透过后视镜和中巴司机 对视一眼 他期待着 这个手握方向盘的中年人 能够想出点办法 可是 司机只是回了他一个京剧的眼神 继而躲躲闪闪的 避开了他的视线 对歹徒言听计从 这辆满载学生的中巴车 因为路况改道之后 途经一条泥泞小路 碰上了在路边抛锚的小车 那段路非常窄 小车就这么当当正正地挡住了路 中巴车就开不过去了 司机和老师下车与车主交涉 车主是个年轻男子 形象有些狼狈 却很好说话 三个大人合力把抛锚的小车 往旁边挪了一点 然而 好不容易腾开了道 胡老师还没来得及直起腰 就被一把钢刀顶住了后腰 那个好说话的青年 是一个预谋已久的劫匪 雨刷发出过载般的吱压声 中巴车彻底开进了西岭山区 远近杳无人烟 一道惊雷劈下来 照亮了歹徒惨白的面孔 他说道 开到前面那边空地上 然后停车 中巴车乖乖地停到了指定位置 引擎声一熄灭 四下越发地静谜 气氛也越发地恐怖 女老师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她听到身边的女孩不受控制地 发出了抽气声 她连忙一回手捂住了她的嘴 然后拼命地冲着周围的孩子们摇头 让他们保持安静 不要激怒歹徒 同时 她暗暗地吸了几口气 努力压下了自己的慌乱和恐惧 悄悄地把手伸进包里 你 歹徒拎着一把砍刀 架在司机的脖子上 又伸手一指胡玲玲 女教师的手 僵在了包里 歹徒冰冷冷的目光 盯在了她的身上 然后命令道 别躲在后面搞小动作 到前面来 千军一发之际 胡玲玲摸到了她想找的那个东西 她把手收回来 悄悄地把那个东西塞到了怀里面学生的手里 她安抚性地摸了一下女孩的头发 女孩睁大了眼睛 老师没有说话 只是用眼神示意窗外的方向 然后她慢慢地站起来 亮出双手 依着歹徒的要求 往前走 碎花群的女孩 把老师塞进她手里边的防身报警器 紧紧地捏住 背在身后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